哈囉大家好歡迎收看八拍格格 今天我們要來介紹的是 人稱電音界中最會賺錢的電音金童 Kelvin Harris Kelvin Harris 創作出不少 筷智人口的電音舞曲 像是 This is what you came for Summer How deep is your love 等等 作品更是横跨電音與流行音樂界 成為許多大咖藝人 增相合作的首選之一 這次有太多火紅歌曲 等不及要一一介紹了 不斷為自己人生締造里程碑的Kelvin Harris 唱作實力兼具 作品反應更是回饋熱烈 說實令人佩服 究竟在DJ這條路上 他有著什麼樣的故事呢 讓我們一起來了解一下吧 Kelvin Harris 本名為 Adam Richard Wiles 1984年出生於蘇格蘭 父親為生化學家 母親為家庭主婦 原先他是夢想成為一位足球員 約莫在15歲的時候 喜歡上了電音 並開始學習編曲 為了能吸收更多的學習資源 Harris從蘇格蘭搬到了倫敦 並開始想辦法讓自己的作品 盡量曝光在各大社交平台 讓自己的音樂有機會被更多人聽見 終於被經紀人Mark Gillespie向眾 根據Gillespie本人表示 當時我在MySpace上聽了很多素人的音樂 聽了好幾個小時 就是想找比較特別有趣一點的 直到我發現了Harris的作品 當下我就立刻決定要當他的經紀人了 至於為何會叫做Kelvin Harris呢? 因為這樣的名字比較讓人猜不出來是哪個國籍的人 我不想因為名字讓音樂卡在種族的議題上 另外他更是從小就對DJ的職涯目標相當堅定 一步步規劃自己的學習 甚至曾為了買一套DJ器材 而在超市打工 甚至在於市場兼職賺取收入喔 而創作實力逐漸累積了他 作品量開始在電音市場打開名氣 2007年發行的第一張創作專輯 I Created Disco 從專輯名稱就能明顯看出 是以80年代復古舞曲為主打風格 其中較為知名的單曲 Acceptible in the 80s 在當時更入圍了英國單曲排行榜前10名 那這邊我們也因為版權的問題 MV就不播放了 有興趣的朋友再自己去看看吧 在他出道的前期 曲風多半都以Disco為主 也漸漸的與許多歌手合作 在2009年他發行了第二張個人專輯 Ready for the Weekend 在發行前戲 Kelvin Harris竟然還膽大包天的殺了一個謊 他為了讓專輯能有更多的時間可以製作 於是對外宣稱 他在機場弄丟了筆電 而新專輯的音檔卻都在裡面 可以說是非常的調皮啊 其實到了第二張專輯 Harris的音樂聽起來 雖然仍有Disco的風格 但已經越來越有EDM的味道 也代表著他的音樂風格正在緩緩的轉變 加上這張專輯幾乎每支單曲 都有他自行創作及堅唱 到了2011年 極入在個人第三張專輯 18 Months裡面的其中一首單曲 Feel So Close 再一次為Kelvin Harris的DJ生涯 立下了一個里程碑 這支單曲是由他本人親自獻唱的 當時在發行後 立馬攻下英國單曲排行榜的第二名 之後也在美國告示牌排行榜奪下了家機 發行的隔一年 此張專輯在美國當時的銷量 就已經超過了217萬張喔 更扯的是 這支單曲的火紅程度 被各式各樣的置入行銷 可見這首歌的影響程度有多大了 也成功的讓世界認識了它 既Feel So Close之後 雖然持續有作品發行 但有幾年的時間 Kelvin Harris更是將重心放在 與其他藝人合作 很少現身在自己的作品 直到2014年的Summer問世 再度奪下了美國告示牌排行榜前10名 也在隔年被提名為全音音樂獎中 最佳單曲與最佳藝人獎的殊榮 截至去年7月為止 這支單曲在YouTube中 更是創下歷年來 MV點閱率第二高的成績喔 共計至少也超過13億次之多 讓我們一起來合位一下吧 作品風格已逐漸穩定的它 除了EDM之外也有青浩斯的舞曲 同時與許多歌手合作 2016年與樂團前後 Rihanna的 This is what you came for 在YouTube共有超過 23億次的觀看次數 而這支單曲 其實是與前女友 Tether Swift共同創作的 當時為了不讓戀情高調曝光 還特別採用筆名 Nils Schubert 這首歌可以說是 紅番的流行與變音界呢 讓我們一起來聽聽看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提到泰勒斯哥哥也順便想要介紹一下 前幾年新聞炒得火熱的緋聞女友 Ella Goldin 他們也共同創作的單曲 I Need Your Love 以及Outside 朗朗上口的程度 又再度席捲了全球 另外與Disciples合作的單曲 How Deep Is Your Love 以輕鬆的Deep House元素與節拍 搭配Ena Rosen的清新聲線 歌曲相當的耐人尋味 讓我們一起來聽一下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音樂界復古的元素相當受歡迎 在電音這一塊 Kelvin Harris可說是最具代表性的推手 比如和Zua Lipa的One Kiss 這支單曲更獲得了全音音樂的 最佳英國製作人 與最佳單曲兩項大獎 到了今年 Kelvin Harris化名為Love Regenerator 推出新單曲Give Me Strength 和Peace Love Happiness 風格主要以House和Techno為主 讓90年代電音元素的魅力 再度原貌呈現 Kelvin Harris一直以来经济状况都相当的稳定 更曾得过富比式DJ收入榜的冠军 不过他根本就不需要依赖演出来赚取收入 许多粉丝们也经常猜想 为何近几年Kelvin Harris的音乐节演出场次这么少 却经常性的在拉斯维加斯的夜店中演出呢 在2018年的一段访问中 Harris自己也针对了这个问题详细的解释 我真的年纪偏大了 不能再参加巡演 相较之下我更喜欢待在录音室进行创作 这也是我的优势之一 巡演就先算了吧 况且我真的很不喜欢在大型音乐节巡回 因为大家看到的就是远远的一个我 跟一大堆烟火特效 我觉得这超没意义的 我已经很久没有做过有意义的节目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在拉斯维加斯演出的原因 在夜店里我能很直接的与粉丝们互动 看着他们享受我的音乐 我想这段访谈的内容 应该已经为所有粉丝们解惑了 也许他就像Avici一样 更喜欢的是创作 而并非冷冰冰的表演 能够与所有粉丝们互动 才是他最想要的 从英国发迹的Kelvin Harris 一路上可以说是非常的成功 但每位制作人私下付出的心血 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 Kelvin Harris比起目前当红的其他DJ 算是比较晚开始创作 然而荒天不负苦心人 有失利的人终究会遇到贵人的提息 起初为了赚钱到不少超市打工 而流动率非常大的坚持工作 也让Harris甚至在生日当天遭受解雇 而他不曾忘记自己为何如此的拼命赚钱 只希望可以离梦想更进一步 每一个阶段的成就解锁 也同时面临着下一个挑战 经常创作出经典单曲的Kelvin Harris 在未来是否也有其他的计划 等着与我们分享呢 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 他未来的作品和发展吧 OK那我们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 希望大家对于Kelvin Harris 能有更深的认识 他的知名单曲太多了 没有介绍到的 大家再自己去听听看吧 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影片 请在下方给我们一个like 不要忘了订阅我们 并且开启小铃铛 我们每周一都会发布电音周报 周四会发布电音资讯 DJ知识及编曲知识 如果有什么想听的主题 或是影片上的建议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 那我们下礼拜见啦 掰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